面對的第一位打者是陳江河 這個球要考驗游擊手拉飛身攔截起身傳一壘 漂亮 厲害 這厲害 這真的厲害 真的厲害 這個手臂真的是反應一流的 傳球的臂力也值得肯定 今天的打擊沒有表現了 但是手臂這時候要好好的展現一下 這個球真的高水準 主要是起身之後也很快的能夠傳向一壘 所以李玉如打擊更好 用機會有壓力 在手臂的方位實在是你的理由 輪到第九棒的陳志弘 陳志弘前面三次的打擊 有兩次造成對方手臂的失誤 另外有一次是獲得了保重 發起的下半 這一球打到了左外野 方向蠻結實的飛球 左外收往後推 紅不浪 陳志弘今年球季的第一批紅不浪出來了 所以陳志弘說我的收打一切都是假象 打了一個左外野的拳 這怎麼說 他已經把收打這個動作 變得跟一般人打擊一樣 變一般人打擊 我們在看他以前的 在看的布袋 這個叫什麼 裸會瞬間 這個球內角又高一點 被他掌握得相當不錯 這個揮棒的過程有點像CUT的一項 把他切下來 本季的第一支 生涯的第七支的全雷打 所以要看到陳志弘打全雷打也是 不容易的事情 不過最近加上這一支 等於是近三個球季都有全雷打 但單季他最多就是兩轟